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大权力上面的影响和情态 这样对待我们 强制性的要我 要我拆销这个上诉 我们有人三权力吗 法院不要因为这类案子很小 所以就很草率的处理 我们觉得说司法不公 其实也反映了整个社会 它对新著名的一个歧视 跟不公平的对待 任何有关人权的一些口号 我们觉得说碰到新著名 它就转弯了 人权是各种生命 它所面对的困境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这一些所谓的 有犯罪事实的新著名 他们真的是坏人吗 大部分是因为第一 不了解台湾的法律 第二个被台湾人骗 像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的 那个小燕的案子 还有一个就是说 被司法卧视 法庭上 法官检察官对他们不公平 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社会 对新著名刻板印象的影响 就是梅大姐她嫁来台湾 然后她是大陆姐配偶 嫁来台湾之后 就是与一个老农民结婚 只是老农民死掉之后 就有一个男子出来说 他是 那个他老公的儿子 然后就把他赶出家人 赶出家人之后 梅大姐为了求生存 所以他就回家拿了 一个热水器还有洗衣机 然后那个儿子呢 就控告他侵占 因为他是继承的有 认为自己对这些遗产有继承权 然后法院也按照 那个那名男子 就是自称是儿子男子的主张 来判娘妈或是梅大姐有罪 那可是问题是说 后来法院是认定 那名儿子其实不是 那名老先生真正的儿子 然后所以这个案子 其实从中到尾就不能够成立 然后这个状况 其实凸显了一个情形 就是我们法院当初 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根本没有做好清楚的调查 当初其实梅大姐 在法院中就已经很清楚的讲说 他觉得那个儿子 应该不是他老公的儿子 可是法院这边就完全没有去调查 然后就直接判无罪 但是我们觉得 还是有希望的地方是说 现在这个 今天早上在11点的时候 基隆地方法院改判无罪 所以这部分其实是还给了梅大姐清白 好 那是我老公的东西 我当时要出来生活 他把我赶出来 我总的要维持生活 就一个那个用了一辈子 破破烂烂的洗衣机 跟那水纪就判了我两年的罪 搞得我两年拿不到任分证 那因为当我拿到第一水 说我有罪 亲证 我的第二天 我的就就法院去上诉 可是当第二天开庭的时候 那个检察官 他一看我们是大陆人 再看我们是年老的人 好像在法律各方面都有点弱势 他就用另一眼看待 他跟对方讲话 他们都用台语讲话 我根本听不懂 有一个法官女生 就从上面拿她写好了这东西 这个写好了这东西 画好的圈圈 就说就请我 你赶快把这个上诉拆销 当时我没吭声 后来我一想 我好不容易才上诉成功 为什么我要拆销 我就没有同意他的 可是他就马上跟你讲 既然你不同意 那我们不管你了 那要你到民事去 结果被他这一句到民事去 就折腾了我半年 我是一个没有半年收入的 老农民死了 我是没有生活会的 我得靠社会救急科 得靠朋友帮助 才维持到今天 法院中他们其实是一个 很弱势的被告 他们有时候语言上面 不是那么好的跟法院可以进行沟通 然后有时候也没有资历去请律师 假如一个台湾人 他有犯罪事实 他只要经过法院处理就可以 那新住民新移民 外籍配偶大陆配偶 他们必须再经过第二道的管制 就是移民署的管制 移民署一个关于大陆地区人民 申请在台湾地区 一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案件 经不许可撤销或备止许可 不许可在申请期间处理原则 名字很长很复杂 他里面大概就规范说 大陆配偶你如果犯了什么罪 你不能申请一清居留 或者是申请期延期 那定居的时候 有更严格的一些规范 那大概是两二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只有八个字 不足以规范说 什么样的大陆配偶可以取得 调养身份证 所以又多了一个处理原则 然后这个处理原则以外呢 又多了一个解释令 这个解释令也包括说 申请定居有几个情形 不予申请许可 包括不起诉处分 缓起诉处分 或者是说缓刑 得一颗罚金之有期徒刑 去运罚金等等 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统计 第三个就是一个统计表 这个统计表是 里面署统计说 大陆配偶因事实阻碍犯罪行为 或记录申请定居 而不予许可的统计表 都是一些 比如说酒驾 赌博 恐吓 侵占物品 伪造文书等等 那这一些都是不予许可定居的 一个类型 这几张规定 就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 政府部门 它对待移民 要取得台湾身份证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严苛的 这个最基本的 让新住民取得身份证的条件 都这么严苛的话 其实那它 政府讲的所有服务新住民的 一些言语 政策 其实都是虚位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再一次的呼吁说 陆委会 内政部 包括法务部 都能够尽快的 修改相关的法令 让新一名取得身份证的条件 能够放宽 小燕她是在92年 结婚来台湾 然后96年 她的丈夫 就车祸过世 那她有一个女儿一岁 那她因为有女儿的 那个监护权 所以她可以居留留下 那她在这边 然后她生活 然后她在这个过程 97年的时候 她遇到一个台湾的先生 就是台湾人 然后那个人 一开始对她好 她以为那个人是对她好 然后结果这个人 她是其实她是一个 类似像诈骗一样 诈骗集团 然后她就跟小燕讲说 你拿拘留证 借我去办一个电话 因为我做生意 我需要好几支电话 那因为当时小燕 她是中文不太看得懂 然后她也不太知道说 这样类似这样是诈骗 所以她就借了拘留证 给这个先生 去办了一支电话 然后这个先生 还跟另外 跟小燕讲说 叫你的朋友 也借拘留证 去办一个电话 所以是两个人 借两个拘留证 去办了两支电话之后 过了几个月 小燕就收到板桥的 那个地方的那个法院 板桥的警察署 叫传他们去做笔录 我就是犯罪了 后来就是被判三个月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一直都没有拿到生文证 那一直到现在 我真的是压力很大 每天过的生活 真的是真不语实 我去找工作 没有生文证 人家不要用我 然后说过 就去办什么 没有分身文证 就没办法办 那当小燕被收到 这样的通知的时候 他很害怕 他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第一次 面临这样的事情 他就问那个 叫他办电话的那个人 那人就说 你就去 然后你照我讲的话 你讲 要不然 你就会被迫 赶回去跟你女儿分开 所以当时他很害怕 因为那个男生说 你如果不照我这样讲 我以后都不管你 然后你被怎么样 我都不理你 他以为是真的 所以他就讲了这些话之后 当这个他讲完之后 他过了一阵子就收到台中地方法院 传出庭 出庭之后就判他是那个 有罪的 就是协助人家 那个诈欺的案件 这样子 那这时候 这个男生就不见了 小燕也不知道 去哪里找他 也找不到 那所以他们就被判了 有期徒刑三个月 跟一颗罚金 就是罚款九万二 那时候小燕就很害怕 然后就一样也是受罚 就分歧付款罚完了 但是这一件事过后 他就会变成处犯到 我们这个要申请身份证 国际法的这一条 就是有犯罪记录 那当他去五年满 要去申请身份证的时候 护证就告诉他说 你有犯罪记录不能办 但是现在小燕说的痛苦 其实他受到的是 他每天生活上的歧视 因为他现在有认识到 他现任的男朋友 但是他无法跟他结婚 可是他们生了一个小孩 对 那无法结婚的原因是 我们移民在台湾的 那个移民法里面是 你没有身份证 你要跟另外一个男生 再结婚的话 你得要回去母国做面谈 可是因为当他回去母国 做面再做一次面谈 他有牵扯到这个犯罪记录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入境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小燕每天都要靠着吃药 才能睡觉 因为有时候他这个夫家 现在这个先生这个婆婆 都一直跟他讲一些歧视的话 让他觉得很难受 然后他出去工作 人家也觉得他没有身份证 不请他 可是其实他移民有居留证是可以工作的 所以这个身份证对移民来说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没有办法申请很多的社会的一些 比如说小孩子的一些学杂费什么的 他没有身份证 他是无法可以去申请的 就是社会的一些福利补助 有各种的 我们也曾经在书上看到 他可能他今天是一个外籍的配偶 他因为路滑 然后不小心刚好去撞到一个已经被车子撞了的行人 结果构成过失自私 那也有人因为一个玻璃在那里 那他呢 这个人家不小心去撞破了那个玻璃 他现在在洗玻璃 然后不小心去撞破了 就构成他那个受伤 那个破失伤害 所以在生命中可能会有各种的不测 而这些你只要卡到任何的形式 而这些的形式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轻的 但是就因为你有所谓的犯罪记录 你就没有办法申请你的身份证 不管你在台湾住多久 也不管你在这里是不是有小孩 也不管你是不是有家庭 在内政委员会在审核这个国基法 那本期其实已经就国基法的这个部分 有提出修正的草案 希望把第一个品性端正拿掉 因为品性端正实在是一个太抽象的一个概念 那真的也授权给行政机关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裁量权 那另外无犯罪记录 可是无犯罪记录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有些真的是这种违罪的 那违罪的是不是 真的只是人都不能够犯任何的错或是任何的过失吗 所以在这里我就提出来说 希望是没有犯罪记录 但是他受不起诉处分 或是缓起诉处分 或是宣告缓刑 或是缓刑 他可以或是这个被判处 进行判处可以医科罚金或是医服社会劳 社会劳动的真的有期徒刑 拘役或是罚金 或是过失犯罪 这种比较轻微的 那是不是也能够让他们申请身份证 那但是呢 很可惜在去年四月的时候 在内政委员会 我们的主管机关 内政部 到保护都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一直担心说 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些 这个坏人继续留下来 那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真的是不能够这样一个定义 所以在这里面